各位幫群民早安娃娃娃 我是阿杜看 今年高宇傑扮演兄弟重要的捕手 並且打出高檔的表現 剛好今年又是有12強的一年 讓大家細稱說 只要有12強的那一年 就會是高宇傑的生涯年 那在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來看一下高宇傑他的成長故事 以及看看高宇傑他今年最大的進步是在哪裡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出生於台東的高宇傑 國小去到了桃園市的龜山國小就讀 而且打出來的成績也相當不錯 同時代表台灣參加LLB世界少棒錦標賽 而且和歐進與宋文華是同時期的戰友 在大賽中他也幾次開轟帶領球隊勝利 最終奪下亞軍的榮耀 國中的高宇傑雖然稍微低調 但他依然考進了平成高中的棒球隊 在陣中扮演相當重要的主力選手 而且因為火力和手臂都兼具 所以有打過球隊第四棒的記錄 在打擊的模板上 被認為有機會發展成林鴻宇 而手臂的模板則是被認為有機會發展成高志剛 來到國立體大以後 高宇傑更是多次被選進到中華隊裡面 趴聯盃、押金賽、四大棒和U23等大賽 都能夠看到高宇傑在其中活躍 最終在大學畢業後 他報名參加選修會 被中信兄弟以第二輪的錢調中 並獲得380萬元的簽約金 高宇傑剛加入中信兄弟的那幾年 剛好處在球隊缺乏年輕捕手的時代 所以兄弟也對其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加盟隔年即把他拉上一軍試水溫 而且出登場就來了一個超級美技 X74打擊率40隻的安打 有貢獻18分的打點 這一球看看有沒有守備的機會 哇! 捕手這邊相當拚啊 哇!結果撞到了護籃 但是球是有接到 哼 而且還隨即轉身來做傳球 現在防護員趕快要來關心一下 最終高宇傑在下半季站穩腳步 成為中信兄弟義軍的捕手群之一 那年他打出2x87、3x30、404的打擊三圍 至於OPS家則是86的成績 捕手最重要的阻殺率也有6成 當時他還料以中兩人的搭檔被紅衣中稱讚 說他們是中信兄弟能奪得下半季冠軍的功成之一 所以12強的名單上也能看見兩人的名字 而高宇傑在面對韓國隊的賽事中攻守居家 四個打數中敲出兩隻的安打 也蹲滿整場比賽封鎖韓國而一戰成名 2020年因為成家居的崛起 高宇傑雖然仍獲得70場的初賽 但光芒也被搶走而很少被球迷注意到 直到2021年他和學長們都受傷的情況下 一間扛起主戰捕手的位置 那年他不論是打擊與防守端上 接打出一名主戰捕手該有的樣子 除此來86場角數2x33 2x77、348打擊三圍 外加上5轟與27分的打點 OPS家則有80的數據 至於捕手最重要的阻殺率則是有4x79 冠軍賽中高宇傑四場比賽就蹲了三場 而且還在冠軍賽中的第四戰打出重要的打點 年底的最佳食人與金手套上 雖然說皆由林戴安包辦捕手的獎項 但在頒獎台上 林戴安也邀請高宇傑上台 和他一同享受捕手金手套的榮耀 只不過高宇傑的人氣在這一年就畫上了休止符 因為忠心兄弟請來了另外一位捕手弗萊希 在弗萊希加入以後 大家在弗萊希的身上 看見了高宇傑的更多不足 畢竟人性總是如此 只要出現了一名更好的人物 大家就會忘記上一名好的人物 所以高宇傑也被一步步的比下去 當然高宇傑的狀態 也確實在這一年出現大問題 除此來49場打出打擊率2x31 與OPS加88的成績 以一名捕手來講 其實算是及格的表現 甚至還能和弗萊希的OPS加並列 所以攻擊端上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而真正的問題是在防守端上 過往高宇傑的配球就曾經被另賞提點過 沒有針對不同的投手去做改變 像是他就舉例 在HiFB的使用上 必須是要針對球速快的投手去做使用 因為才能讓打者物以為是變化球 但揮棒時球已經進到了補手的手套 假設球速慢就失去了這樣的效果 所以要高宇傑針對不同投手的習性去做配球的改變 這也是他的功課 除此之外 高宇傑這年的阻殺率也大幅下降 盜蕾阻殺率僅剩下2x78 和前一年的4x79有大幅的差距 而且在投手的安撫與溝通上 高宇傑都還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2023年經典賽中 高宇傑因為太久沒有歷經大賽的考驗 所以在其中表現失常 短打失敗與防守隱形失誤 讓他被冠上奶油王子的稱號 而他在歸隊後也持續做惡夢 差點就困在其中走不出來 去年高宇傑在例行賽的表現也持續低迷 防守與攻擊端都不理想 而且還被建議要加連一壘的位置 雖然引發了球迷的不滿 但也間接的代表教練團在給他壓力 希望他能正視自己的不足 與強迫自己成長 最終在弗戴奇領機票離開後 高宇傑重獲出賽的機會 他也知道這是他生涯的重要時刻 假設在沒有成長的話 就辜負了教練團以及學長們對他的心意 畢竟他在球隊中很常被照顧到 所以他在拿下MVP的時候 也落下男兒淚 那有哪些你可以剛好趁這個時候 能好好感謝大家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感謝我的老婆 雖然他每天我出門 他都叫我平常心 這幾年之間高宇傑承受了不少的壓力 自己的表現已經低迷了 球迷之間對他的期待感也很高 所以每當他表現不好的時候 他的壓力就越來越重 只要球隊輸球就會檢討到高宇傑身上 所以他也被球迷戲稱是忠信兄弟的靈異拳 只要球隊輸球就是他來坦 自知許多不足的高宇傑 也決定嘗試減中的計畫 今年他也在春訓期間 嘗試週四期的訓練菜單 加上對於飲食開始控制 以及透過心肺和重量訓練 最後又生病 也讓他的體態變得更精實 重建他的肩下巴 並從UJ變成了VJ 今年減中後 讓他在防守上變得更敏捷 配球上也很明顯下了很大的功夫 過往會有很多無謂的掉球 讓投手的用球數增加 但今年的配球上更精準 讓投手在解決打者的同時 還能最小化他的用球數 今年也比較明白主神的好球袋 假設這個位置能夠偷到好球的話 就會多配這個位置 讓打者難出棒的同時 還能獲得一顆好球 投手與高宇傑的搭配越來越順暢 節奏感越來越好 除此之外 阻殺率也回到了3x46的水準 幫助忠信兄弟的被盜野成功次數 排在全聯盟最低 除了防守段以外 今年高宇傑的打擊也是大幅進步 面對變化球的能力也增加 過往容易遭到變化球的掉中 今年雖然說依然打不好變化球 但是曲球與變速球的應對能力增加 不僅揮空率降低 就連打擊率也增加了不少 尤其變速球的部分 打擊率從0.083上升到了0.375 而且直球已經無法再困擾高宇傑 今年直球系的球種都很對高宇傑的位 無論是4封、2封、升卡還是卡特球 全部的打擊率都上升了許多 尤其二封升卡球的打擊率高達7×14 另外今年高宇傑非常會打右投手 面對右投手的打擊率來到了3×10 而且右投的直球根本無法解決高宇傑 甚至非常符合高宇傑的胃口 整體來說今年高宇傑在攻擊策略上 越來越清楚也越來越能和投手纏鬥 保送率從6.1%上升到11.3% 三陣率也從23.4%下降到19.6% 鮮明策略也幫助高宇傑的揮榜不再猶豫 能把球越打越遠 長打率是生涯第二高的數據了 從過往的一抗、二碰、三陣 被戲稱為應援曲寫得太強 到現在每次上場都能讓球迷聽完整首應援曲 高宇傑今年的進步大家都有目共睹 高宇傑這一棒帶得蠻高 在中左眼方向來看一下這顆球 GO!!! 睽違了313天了 高宇傑上一支拳壘打是2023年9月1號打郭俊麟的 這一棒也讓他在生涯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說你喜歡吃美食的話 可以追追我IG 也可以到我生活頻道都市專桌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